今天下午结束了在韩国为期12天集训的绿地生花队返回上海 与离户时相比 多了内外援的球队人丁兴旺 新加盟的巴西外援保罗·安德烈也首次在镜头前亮相 下午一点多 球队一行人抵达浦东国际机场 主力外援莫雷诺首先走出通道 随后在韩国集训时才加入球队的巴西新外援保罗·安德烈 也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 安德烈说 在韩国他和球队及韩国外援曹炳菊都已经有了初步的磨合 此次生花韩国集训的目的主要是定阵容 定打法 中卫位置上外援安德烈和曹炳菊的组合 后卫李文博的加盟 再加上即将到位的最后一名外援前锋 球队实力已比半个月前强大了不少 不过目前教练组对新赛季的预估仍比较保守 对我们困难的是需要时间很短 因为人员变化确实比较大 反正我们还是从保局出发 完了争取好的名次 这是我的想法 记者王岐 韩穹报道 观众